大家好 今天要和乔迷分享的话题是 正式被逮捕 中国男族幕后驻宠 终被救出 拱护案里所赢飞去 今天和大家 一起聊聊中国男族 众所周知 中国男族 目前 已远在 几转备战 因为 现在 世界杯预行赛 还没有完全结束 虽然说 中国男族 已经确定无能进军世界杯 但是呢 男族 交流组 还是希望 利用接下来的比赛 干练和培养一批 林青队 那么其实 对于中国男族 近些年来的表现 很多球迷 都感到难以接受 那么首先 第一个方面 我们在男族方面的 投入 软软要 大辱 中国女族 然而呢 中国男族 在国际大赛上面 一次又一次的惨败 让球迷 非常的失望 那么特别是 在前面进行的 世界杯预行赛上面 男族 再一次 创造 耻辱记录 惨败给 越南队 那么其实在前面 接受采访的时候 范之义啊 曾经开玩笑 批评了 这个男族 说到 如果再不努力 可能会 可能会输给 越南队 但是没有想到 当 这个现实 发生之后啊 很多球迷 还是难以接受 那么呢 根据这些消息啊 中国男族 将会 进一步的 进行警醒 一个方面呢 是 面对 目前各自俱乐部的 财政状况 另外一个方面 很多球迷 也认为啊 这是对于 众多 男族 大牌球星的 一次惩罚 让他们呢 遭受到 一定的经济损失 督促他们了 这个以后 在国际大赛上面了 更加的努力拼补 那么其实啊 这个一直以来 很多球迷都在思考 中国男族 除了球软 表现糟糕之外啊 是否 与中国男族 这个幕后的一些原因 也有关系呢 那么其实啊 就在 前段时间啊 中国男族 幕后的 巨虫啊 也是被正式揪去 根据媒体消息啊 原来天津太大 足球部落部老总 董文胜啊 因为啊 一些软硬啊 已经被正式逮捕 那就说明了 中国男族 这个幕后的一些工作人呢 也有可能 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那么现在啊 中国足协 包括了体育总局 已经了 下达了 正式的声明 将会彻查 甲球 以及啊 其他的一些问题 那么 董文胜 正式被逮捕 也是 敲小一个警钟 让这个更多的 幕后的巨虫啊 这个文风上代 那么很有可能啊 会 对中国足坛啊 进行进一步的清洗 很多球迷啊 看到这个消息 也是啊 大快人心 那么而且啊 在近段时间 这个具名的 人民艺术家 龚汉林先生啊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是表达了 自己的一些看法 很多球迷啊 认为龚汉林老师啊 真的是索赢非虚 顶平了 一针到戏 一针进行 龚汉林先生表示啊 某足球队 大牌球星啊 连收入三百万 五百万 甚至上千万 但是呢 他们在球场上面啊 没有看到他们进球 完全给中国人丢领 那么其实 对于中国男足而已呢 他们享受着 非常优越的待遇 欧其了 拥有 非常高的 球迷基础 虽然说 中国男足 近期年来的整体成绩 非常的差劲 但是呢 很多球迷依然是不利武器 那么因此啊 很多人看到现在啊 中国足坛 进行了 进一步的整顿 也希望啊 通过 这次啊 整顿 以及降薪啊 能够给中国男足啊 带来更大的改变 我们也期待着 在接下来的世界杯 预行赛事上面呢 中国男足 能给球迷 带来不一样的表现 大家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 欢迎请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